持續再來關心今年國慶夜火的現場盛況 可以看到其實夏天色已經晚了 不過人潮是越來越多的情形 而且在我這邊其實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民眾的觀賞區 那這邊其實可以看到整個主舞台的視覺還有表演 其實在今天上午4點半活動就已經陸陸續續在進行 不過當然是越晚民眾 因為畢竟基次的在雲林 但是因為附近周遭的維安相對是比較嚴謹一些 所以民眾在路上在過來的路程中 其實有碰到塞車的情況 那當然有不少是從外縣市進來的民眾 那我們也帶你來聽一段現場訪問 很塞 對 但是我們是騎摩托車啦 那摩托車也很多 然後汽車都進不來 所以還好我們是騎摩托車這樣子 那你們這次有帶了哪些的裝備 帶平常去露營的野餐店 然後露營燈這樣子 對 露營剛才有去市集旁邊的市集逛過嗎 有 可是都很多人耶 好 可以聽到其實民眾除了這一次來到現場以外 他們還是帶了許多的配備 例如他們自己帶了一些野餐店 還有小朋友的推車 就怕小朋友在這邊等候會太累 另外還有怕被蚊蟲叮咬 他們也帶了防蚊液 不過這一次的這個主舞台跟市集 其實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民眾其實是對於這一次的動線 還是覺得這個距離有點射太遠了 那另外進來的時候 也要繞了很久才會進來現場 那其實在稍後八點鐘的時候 這個煙火會準時的施放 那這一次的施放時間呢 也是由新來最長的一次是來到了41分鐘 比過往呢是多了一分鐘左右 不過這個煙火結束後呢 民眾還是不要走開喔 因為接下來還有這個400台的無人機 會在夜空展演600秒 那我們也會再持續在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的動態 先把時間召喚捧妹